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這條影片叫做減肥中途加油站 因為我自己仍覺得有很大的空間 很多朋友都說我臉瘦了 整個人好像拍照的時候瘦了一個圈 這個是我迫大家說的 但是效果我想大家都看得出我是有清減 所以非常之多的朋友想我快點分享我的減肥感想 用什麼方法 如果大家都想減肥 覺得自己很想開始 不知道怎麼開始好的話 這條影片希望可以幫到你 也是自己一個心努力情來的 如果你也有興趣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講故事了 剛剛我就過了3萬訂閱了 如果你還沒按鈕的話 記得按個訂閱和旁邊的鈴鐺 還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經常都會分享我的生活在那邊 在5月初我拍過一條Vlog 然後剪片的時候被自己嚇到 大家看看我的雙下巴 身形成像山 真的完全接受不到 所以我就得起心肝減肥了 在我分享這個半月的減肥方法之前 不如讓大家看看我的成果 首先我的臉是沾了很多 本身我是輕易做到3、4下巴的效果 但現在這樣切都是雙下巴的 然後最容易見到 最快見到的地方 就是鎖骨 我是不需要這樣屈出來 超厲害 但是輕輕地頂一頂 鎖骨已經出來了 之前是不見了它很久的 然後就是大家封面圖 看到的腰圍了 現在都說發明還未成功 但是其實這條褲是IG很多照片都大家見過的 現在超級無敵鬆了 唉不差再給大家看了 這張照片是3月的時候拍的 是不是猜不到呢 現在我還是有點肥肉的 但是當然差很遠了 不是完全減肥的 其實我還是努力中 但是這個中途站想跟大家加油 打打氣 其實真的是短時間 或者叫不叫短呢 一個多月是有成果可以看到的 好了好了 我不買關子了 其實我的減肥方法是非常之無新意的 食量的控制 運動 兼且有做機的輔助 就可以達成到這個成效出來的 首先就說了飲食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吃東西的 而且很喜歡喝酒的 又打火鍋 又燒肉 又經常出街吃一些好東西 所以如果你叫我天天吃一些減肥餐 去特意做一個片出來 一個月減了多少呢 其實我本身是沒有打算做這個挑戰 我覺得很辛苦和不開心 我純粹是為了自己的身形 然後自己的健康去做這件事 所以我是尋找了一個 自己有做得到 然後又不會太不開心的方法 就是將食量減低 但是吃的東西一樣是這樣吃的 那我就突然間將食量減到變三分之一 譬如一碗飯變成了三口飯 當我不再肚餓 覺得自己好像還可以吃多兩膽的時候 就停頭了 就停手了 還有就是將飲食的速度減慢 吃一口 然後就不斷說話 你就會發現其實你吃的量 是沒有平時那些 很肚餓很肚餓 所以整晚停時會很快餓 將整個食飯的過程 省開來做 其實是比想像中容易熬很多的 當然你說飯和飯中間會不會有餓的時候呢 是會的 會吃什麼的零食呢 我會吃Energy Bar 或者吃一些沒有調味的果仁去充機 不過我本身就不特別喜歡吃甜的東西 還有零食的 所以對我來說就不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是很喜歡吃東西 我照樣沒有想過要天天吃那些 番薯 或者是減肥的雞胸 但是呢 原來我發現Donkey的雞胸是挺好吃的 如果那一天 譬如我打完Bino的 第二天我想清淡一點的話 我就會吃這些雞胸 或者是雞蛋一些少一點肥膩的餐蛋 但是不會說每一天都吃 這樣很悶很辛苦 我也知道的 然後呢 就是將喝酒的次數降到極低 本身我是平時和爸爸媽媽在家吃飯 都可以自己開一瓶酒 一個人一晚堆一瓶的人 但是呢 自從有這個減肥的決心之後呢 我就變到星期六日 或者是平時和朋友出去HAPPY HOUR 才會喝一杯 我覺得這個也很有影響的 始終不想自己習慣 經常喝這麼多酒 對身體也沒有益的了 所以就用這個做藉口 用減肥做一個原因 令自己不要再喝這麼多酒 也是好事來的 其實我覺得飲食控制對於減肥減磅 是最快見效 但是也是最快反彈的 因為我突然之間把食量降到這麼低 當然是會瘦到 但是如果之後我再吃多東西 要肥是很容易的事 所以就要靠運動的幫助 大家應該會留意到 我在家做運動 而不是去健身室的 一來我覺得月費太貴 不是太捨得 二來我是沒有信心 自己會滴起心肝 去梳洗 然後去健身室 做一個小時運動 然後來回的交通 又是差不多一個小時的話 是不行啊 我沒有這個動力 我自己就是習慣早上起床的時候 真的提早九個字起床 做一轉運動 然後沖一沖 淋一淋身 才出門口 為什麼要選擇早上 而不是晚上呢 第一 早上做運動 是整個人的血氣循環會好一點 對身體會好一點 接著之後呢 是沒有這麼餓的 大家有沒有發現呢 如果你就這樣上班的時候 去到 即是如果不買早餐吃 或者不吃個包 是拖拖拖的 要等到午餐的時候 但是如果你做了運動 你一個人是累到 完全沒有胃口再吃東西的 我明白早餐很重要 是一些營養的來源 但我平時吃的早餐 都不是特別健康有營養的 而且我也是坐著做事 是很少有什麼動動 需要有什麼熱量的話 我是順便做完那個168 因為午餐再加晚餐 是一個短時間 我想都不止168 我是可能1點鐘吃午餐 然後7點左右就吃晚飯的了 可能7點半就吃完 是非常之短時間 就做完一天要吃的兩餐 就真的自從這樣這個組合 就收得很快很快了 糟了 說說說來題了 我不是說做運動的嗎 做運動呢 我自己很著重就是增加肌肉 令到之後的熱量可以燃燒得很快 沒有那麼容易肥 兼且是可以令到個人身層代謝好一點 你出汗排毒也做得好一點 然後臉色又紅潤一點 身體又好一點 總之所有東西 我都覺得是百利而無一害的 我知道很多人都很想做運動 但是要動起來做那一刻很困難 那我自己的方法就是想現在幾點 然後計算做完運動之後是幾點 覺得如果不做運動我都是貪在沒有工作 做到那個時間而已 那不如做吧 立即起床 去開那條影片 然後去做 已經有這個動力 然後每一天你習慣了之後 還有我是不滿的 每一天要跟同一個人去做運動 然後來來去都是做一些動作 我是完全不可以的 我這個人是很貪身亡救的人 所以我是發掘到很多不同的人的影片 或者做到現在很悶了 最近我就玩Rainfit 我發現去年我不是做了一個Rainfit的挑戰 然後覺得自己沒有瘦過 原來Rainfit是不可以讓你減瘦的 反而它是做到那種肌肉很酸痛的感覺 是很強烈的 你如果做完這些影片 可能我自己經常選一些輕鬆一點 或者做慣了 突然做Rainfit要打怪獸 一定要做一些動作的時候 很辛苦 所以我接下來應該是一至五 可能星期一想睡得更多 就做一些15分鐘的運動 然後星期二三四 就做一些30分鐘 然後可能結尾的時候 多一時間我就會做Rainfit 做一個這樣的循環 讓大家可以參考一下我自己的運動習慣 第三樣東西 就應該大家很有興趣的 就是關於做肌肉 是不是睡在這裡很舒服 就輕輕鬆鬆 減肥 我是做一部薩脂肌 而且現在很流行 放在這裡的sit-up肌 我做了六次左右 一次薩脂 一次收緊 一次薩脂 一次收緊 其實一開始做了兩三次 所以我是覺得複頭鬆一點 因為一些比較拋的脂肪 它是做到一個收緊的 特別是旁邊的腰是很明顯的 但是說真的 我本身的肚腩是由中學 到現在還是很結實的 存在和我共存的 所以是好看你是哪類型的肥胖 如果是一些可能生完小朋友 它應該的效果都很明顯 但是如果你說是很結實的 一些脂肪 一些已經存了很久的話 可能真的需要很長的時間 和做運動 很多不同的配合 才能做到一個大家理想的效果 然後sit-up肌 我做了兩至三次的 它真的做到一個即時覺得很緊 和做完運動的冤痛感 不過它和做運動一樣 如果你不是經常性做 可能一個月才做一次的話 其實感受也不是很大 讓我做一個小小的總結 在這個幾月 我是很感受到input output的重要性 如果你餐餐都大魚大肉 暴飲暴食 然後你消耗的energy 你的運動量又不高的話 你input output 你儲存下的那些 就會變脂肪 你便會肥 所以平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飲食是可以用來減磅 控制 然後做運動 結實你的身形 你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去建立不同的肌肉出來 最後你做機 就是做一個收身收緊的效果 譬如有些位置 你是減掉 但是減掉之後 是很鬆泡泡 這些拜拜肉 這樣的話 可能做一些收緊的療程 是有幫助的 但是 真的不要覺得 我躺在這裏 被人蹲在這些位置 蹲在那些位置 就可以完全瘦得到 這個真的是很大的預算 因為你知減肥的機器 逐刻計 所以我想大家都是 我們腳踏實地 然後你找回應對的 可能你說平時已經吃很少的話 你做多些運動 或者你吃很多東西的話 你由飲食的控制開始 對了 還有沒有什麼要分享 大約就是這麼多 如果大家都是在開始減肥 或者想減肥的話 這條影片不知道幫不幫到大家 或者你想知道我減肥的進度 用什麼方法 這條影片應該可以解答大家的問題 最後最後 就是各位減肥產品的廠商 不用再找我了 因為我自從不知是否IG 分享了減肥的東西之後 也有很多不同的接合 我是不會接的 真的不好意思 各位公關 因為我自己現在都減了這麼多 不是因為這些產品的話 我是不想這樣去介紹 所以真的非常之不好意思 對了 那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好長期 好害怕 這條影片應該非常之長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的channel 我每個禮拜都upload兩條影片 每個禮拜都upload兩條影片 每個禮拜都upload兩條影片 就12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減肥成功 加油 Bye Bye